嗨,我是琪琪 嗨,我是燕燕 琪琪和燕燕的玩具 嗨,小朋友们 这里是鲨鱼家族的海底城堡 鲨鱼爸爸正在讲故事呢 在海洋里有数不尽的宝藏 吸引着无数探险家们寻找 哇,那是不是有很多漂亮的首饰 肯定还有很多玩具和糖果 我现在就要去寻找宝藏 海洋里可真漂亮啊 哇,快看前面是什么 一个巨大的箱子 鲨鱼宝宝发现了宝藏 不过,宝箱上着一把锁 钥匙还不知道在哪呢 咦,鲨鱼宝宝闻到了很香甜的糖果味 原来是海星糖 哈哈,真好吃呀 鲨鱼宝宝把所有的海星糖都吃了 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大的贝壳砂糖 哎哟,我的牙 好像是一把钥匙 它会不会是宝箱的呢 猜对了 宝箱盒里出现了好多宝物呀 满得都快溢出来了 一个扭蛋 一只海盗猪 恐龙蛋 一个米奇台灯 一辆小车 糖果 和一个马卡龙 哇,全是他喜欢的零食和玩具 哇 先来看看这枚恐龙蛋 它是一个红色的霸王龙 这个小台灯是米奇的样子 下面是开关 不过光线很微弱 再来看看这个存钱猪 它好沉呢 有响声 哇,掉出来了闪亮亮的金子 接下来这个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它是一个拉罐糖 让鲨鱼宝宝尝一尝 嗯,真甜呀 这个粉色的马卡龙 中间是奶油味的加鲜 里面居然藏着一个小螃蟹 它被软软的彩泥包裹着 啊哈,真可爱 黄色的扭蛋便出来了一辆绿色赛车 红精灵妹妹是驾驶员 赛车是电动的吗 还有插头呢 哈哈,按一下鼻子 插头就收回去了 最后是清洁车露比 车后有靠两侧行驶的箭头 车子下面有两个圆圆的小扫把 嘟嘟,露比要去工作咯 鲨鱼爸爸和鲨鱼妈妈找到了鲨鱼宝宝 儿子,你发现了宝藏 干得真漂亮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海底寻宝就玩到这儿啦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 下期再见吧,拜拜